郭文貴議員 第一次的會面當然是歷史大事 卻發生在馬總統即將卸任的半年 也發生在我們台灣將產生新的領導人前的兩個月 這樣的歷史的會面毫無正當性跟必要性 馬錫會是不是會成為馬總統 為了追求他個人歷史虛榮的見面 是不是也會配合中國在兩岸一個中國的原則 或者是九二共識這樣的操作 因為這場的會面完全由中國主導 輝之即來的會面 是不是也會干涉到台灣目前的總統大選 以及未來新政府的一些兩岸的作為思考 已經引起國人相當不安的疑慮 首先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性 馬總統自己在2011年的時候講 兩岸會面的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國家需要人民支持 國會監督 他在2012年的時候選舉前 他承諾當選之後 絕對不會跟對岸的領導人來見面 現在解釋為說 不是在大陸或台灣見面 而是在新加坡見面 結果不違反當初他的承諾 這不是強詞多變 這是什麼 第二點 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性 總統府一再強調 馬錫會不會觸及政治談判 不會簽署或承諾歷史上任何的協議 也不會在會後發表共同聲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馬錫會就是為見而見的一個會 我個人認為 馬錫會恐將成為 中國政治操作為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的一個思維 讓我們台灣陷入一中的框架裡面 對一個新政府而言 未來是非常不利的一個狀況 希望馬總統能夠堅固格格 不要入墨台灣人的尊嚴 請空委員文集發言 主席 毛院長 我們各位委員同仁大家早安 馬錫會是兩岸和平